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12月25号 广东人权律师刘正清接到广东省司法厅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和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说官方要对他做出吊销职业证的行政处罚 理由是 他在向法院提交的辩护词中发表了危害国家安全 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 吊销职业证的听证会将于2019年1月5号举行 福建网民施根源因在网上发表言论 上个月28号被福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推特账号被注销 12月24号又传出他已经被正式批捕的消息 据称 罪名还是寻衅滋事 目前施根源被关押在福建泉州看守所 四川成都基督教秋雨教会 12月9号开始遭当局打压 大批教徒被抓捕 目前仍有18人被刑拘 一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两人被强迫失踪 三人被行政拘留 总共24人被关押 长期在北京上访的黑龙江双鸭市饶河农场的访民周玉华 分别在12月7号和18号两次应邀到美国驻华大使馆 参加世界人权宣言 签署70周年和美国节日展活动 但两次都在使馆门口前遭中共警察暴力阻止 18号 警察用辣椒水喷了他的眼睛后 再把他拉进麦子店派出所扔在地上 之后他又被强行押回原籍行政拘留10天